今天我来到了安迪沃霍尔艺术家的简栏馆 走 跟我走 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安迪沃霍尔的一幅作品 这一幅作品呢 采用了罗兰的色调加素描的方式 做出来了一个整面的大厂 这面厂北京很有艺术的 好有艺术的 这是安迪沃霍尔的最近的一幅作品 他展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 正在用眼镇看着他 这个正面给他留下了非常心快的印象 他特别喜欢他的嘴唇 所以说在整段滑的时候 他把眼睁头发都向后退了一下 重点突出了他的嘴唇 这是安迪沃霍尔的画 同志的时候最经典的一个别 他的嘴唇画得很赞 这是安迪沃霍尔 他是在一个好像是敌厅里看到的一幅 年轻人的意气风发的状 他把他的构思给画出来 充分简现了这个人 在这个兴奋的状态下 是什么样的表情和这个蒸汽水 在用色上面 基本上就是涂鸦的状态给画出来的 难得难得 这是他画的所有作品里面 最跳摇最破摇的一幅 这是安迪沃霍尔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他的眼睁是微微地闭上 外边打着光 他眼睁看着那个光的时候 眼睁这个红魔里出现了一种像 这种像呢 会他回忆起来 以后重新画出来 所以是你会看到 有一个红红的一个朦胧感 这个呢就是眼睁 当在看着灯光 在产生想象的时候 脑子里出现出来的一幅图 然后他把它给变成了一个画 所以说 这个要想着画好画 脑子里必须产生一种意境 非常好看 这是他有一次走在火车站 在火车站的一个橱窗的欠柄 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 然后他在思考什么呢 他在想什么呢 他背着他的小提琴 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不对 不是小提琴 应该是一个网圈拍 对 是一个网圈拍 这就是年轻的 酷酷的形象 他可能是想到了他的童年 想到了他当初在学校 运动的那个状态 你看他的那个黄头画 这个画拍 想象很大点 这一个包装 放在这里 好像是一个进口的 食品包装一样 那这不知道是 也是安迪的作品呢 它是一个商场 因为它是一个商品 卖的比较好 摆在这儿呢 很可能是吧 我想象的 这么好看的包装 可能消息量一定是非常好的 商场 因为它是一个 卖的比较好 摆在这儿呢 而这个 博果尔它就没有 它是在联盟的带衣 一定能给你一个包装 它能在这么一道平等的 就会有什么 所以我会想象中 它是一道平等的 但是它是一道平等的 有什么高度的 但是它是一道平等的 是一道平等的